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战略反攻 经过八年浴血奋战 中国军民用三千五百万人伤亡的代价 将日本侵略军赶了出去 这可是自1840年以来 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获得完全的胜利 我们民族百年来遭受列强欺辱 今天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 接受入侵者的投降 八年抗战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 对比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 消灭日北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人 其中日军五十二万七千余人 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 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抗战结束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基地 已拥有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近一亿人口 中国共产党已成为 一百二十万党员的大党 他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 较之从前大大增加了 百年金若炭华夏 八载干戈障言安 试问九州谁做主 万众主目清凉山 这是陈毅元帅当年抒发兄弟的一首诗 而题目是七大开幕 是的 就在这清凉山下 盐水河畔 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不到四个月 为了迎接这场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1945年4月23日 在延安召开了 对于这次大会 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 那篇家喻户晓的渔公遗山中 这样评价 我们开了一次很好的会议 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 一次胜利的大会 这个团结和胜利 实在来之不易 从六大到七大 期间长达十七年 是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中 间隔最长的 筹备召开七大 仅中央正式决定 就有八次之多 早在1931年1月 王明上台的六届四中全会上 全会决议就委托政治局 着手七大的准备工作 但是1931年9月 王明就离开了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去了莫斯科 不久 驻上海的临时中央 因环境险恶 迁到江西中央苏区 接下来就是长征 显而易见 在这种情况下 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是不可能的了 抗战爆发后的 1937年12月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又通过了一个 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 并成立一个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 毛泽东任主席 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 任书记 我们回国以后呢 就以这个秦柴大陈之局 否定了当中央 从洛川会议以来 在同一展现问题上的路线和方针 提出了一系列用穷的主张 并且在一部分地区 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在1938年2月底到3月初 中央政治局呢 再次召开会议 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 以及召开七大的问题 决定发表一个搞川党通知书 和搞川国通袍书 向国地的党组织呢 发出一个进行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 并且决定成立七大报告的 军队委员会 责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的同志 来起操大会的报告和提案 就在这次会议上呢 王明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观点 并且进一步发挥了 他的军事问题上的用穷主张 就是主要把这个希望 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身上 王明自称代表国际路线 以为及此就可以号令一切 然而他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这时的党已不是他上台时的党 毛泽东也不是那时的毛泽东了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 遵义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毛泽东 把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国这片土地上 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斗争 张文天等坚决支持毛泽东 但王明并不甘心 继续把他的主张作为中央的路线 加以宣扬 1938年4月 曾任红二方面军政委 抗战后任巴陆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任毕石 受党中央委派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 任毕石和1937年到苏联养病的王家祥 都如实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的情况 基米特洛夫听了汇报 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他说 应该告诉全党 必须只是毛泽东同志 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 他是在实际斗争中 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 王家祥回国后 多次向中央汇报了基米特洛夫的意见 并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再次做了传达 六届六中全会上 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 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 在这次全会上 共产国际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全会做出了一个决定 撤销王民任书记的长江局 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 分别由周恩来和刘少奇领导 这样就消除了王民对这个地区的影响 这次全会做出的政治决议案中 确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批判了王民的错误 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增强了党的团结 六届六中全会 最终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再次通过了 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1940年五六月间 任毕时被任命为七大筹委会的秘书长 具体负责七大的准备工作 安塞 中央曾考虑在这里开七大 由于距延安较远 交通又不方便 便打消了在安塞召开七大的念头 枣园的后沟也曾考虑过做七大会制 可惜地方宅小 水井也只有一口 只好放弃 最后七大的会制选在了这里 杨家岭 并从1941年开始动工 建造中央大礼堂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 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 朱老总和彭老总横到立马太行山上 两年后朱老总奉命回延安 准备七大 受太行山八路军舰而杀敌气愤所染 他赴失一手 群风碧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风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 未同愁 这首歌 把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传开 你记不记得 小说里有这样一个细节 铁道游击队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 护送胡福同志 穿越敌人的封锁线 这位胡福同志 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 是我党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 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 红军长征到达山北后 他被派往华北 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 坚定地执行了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晚南事变后 担任重组后的新四军政委 他跨越金浦铁路 就是为了去延安 筹备和参加七大 据回忆 刘少奇从华中到延安 途中历时一年 穿越了一百零四道 敌人封锁线 山一城 水一城 万里长征足未停 太行笑相应 宙攒行 夜攒行 敌尾官房 穿插琴 到处是军吞 这是陈义富延安 参加七大途中 做的十余首诗词中的一首 他也走了近半年 而从海南岛来的代表 途中竟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 七大代表是在多么险恶的环境中 怎样跋山涉水 才汇集到延安 也可以想象出 在战争年代 把各地党代表集中起来 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又谈何容易 从1940年起 分散在各地的七大代表 陆续来到延安 1941年5月 毛泽东向延安的高级干部 做了一次报告 题目是改造我们的学习 半年后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 又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这个秦档是在整风基础上 本来王明三七年底 从马斯国回到延安以后 就提出召开七大 那么后来一直开 三七年底就提出 一直四五年就开 这个原因就是 毛主席认为 我们到历史路线 没有很好总结 这历史上是错误了 没有很好停算 就是思想问题 还没有解决 思想还没有完全统一 就会要把你走开 大概四亿年左右 大部 各地党代表 大部到延安 就是毛主席就 不大家其他代表 统统集中在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是毛主席 结校长 这个这个 开始是邓凡副校长 后来是彭正同志 是副校长 结教育长 就进行整风了 整风 靠什么整 要把全党的思想 整到什么基准上 请看这篇文章 1943年7月8日 延安解放日报刊载的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文中写道 毛泽东思想 是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中国的发展 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 中国的布尔士维克主义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家强 他是最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的人之一 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 这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体现了毛泽东同志 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也说明 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整风运动从1942年开始 到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结束 历时三年多 我们在本片中提到它 因为它是七大的重要思想准备 正如任帝师总结的 这种思想上的准备经过了三四年 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七大可以早开三年五年 但绝不会开得这样好 1944年5月21号 到1945年4月20号 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开会时间延续最长的一次中全会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在任帝师的主持下起草的 决议的名称叫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的内容是对我们党 从成立一直到抗战爆发 这一历史时期的党革命斗争里边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 尤其是对王民的左倾路线进行总结 对于这个左倾的错误呢 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正式的结论 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为齐大的胜利召开 做了重要的准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原定提交七大 但在毛泽东的提议下 提前在全会上通过了 这样的安排很好 把历史问题解决于前 七大就可以全力以赴的 面对未来了 经过整方运动 全党的思想 统一在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上 因此七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党章中 才会明确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 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 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这是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 写进自己的章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